看看新闻网 国内生产总值 从26.6万亿元 增加到51.9万亿元 跃升到世界第二位 公共财政收入 从5.1万亿元 增加到11.7万亿元 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5870万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村居民人均存收入 年均分别增长 8.8% 9.9% 粮食产量实现九年增 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 开放性经济达到新水平 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成就 载人航天探阅工程 载人深浅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超级计算机 高速铁路等 实现重大突破 第一手航母 辽宁舰入列 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 残运会和上海世博会 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 运输强烈地震 周取特大珊瑚泥石流等 严重自然灾害 和灾后恢复重建 重大胜利 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 显著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显著提高 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显著提高 我们圆满完成十一五规划 顺利实施十二五规划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 谱写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